这一节主要讲解课前准备部分的代码编写 接着我们来操作如何使用我们所编译出来的第三方开源库的动态库 首先我们在我们的targetgeneral这个标签下面 我们找到的link的framework and libraries 我们将我们所依赖的第三方开源库的动态库添加进去 OK了,已经添加进去了 接着我们来编写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代码主要是演示一下这两个开源库的使用方法 以及一个基本的介绍 首先我们会引入这两个动态库 接着我们会编写 编写UI相关的布局文件 我们这儿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会提供一个container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自定义的一些UI添加到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主要是一个我们的主要的主视图 然后这里主要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添加一个button在最中央 然后如何去响应这个button的点击事件 然后我们编写一下我们锁死 我们所响应的事件 是一个touch up inside的事件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我们button的一个背景色 OK,我们设置一个灰色吧 当我们创建了一个button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button呢 提前的添加进我们的UIVU里边 也就是它的parentVU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使用这个alt layout进行布局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将我们的button 提前添加进我们的parentVU当中呢 我们是没办法使用water layout里面的有一个关系 这么一个类型的 所以我们先把它添加进去 好,现在我们已经添加进去了 接着我们需要描述一下 我们所添加的button 它的位置以及它的大小 这我们就需要用到 这个地方我们使用的就是一个slab key slab key的这个库来完成的这个任务 OK 它所有的函数都是以smp开头的smp OK,我们使用一个make 我们这个地方会创建一些约束 首先第一个约束我们需要定义的就是这个button的大小 我们先把它完成 我们再来详细的讲解它 OK OK,大家看到这个描述的类型 我们这个make是指的是针对于这个button 它所有的约束条件 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会跟上一个属性 它的属性包括它的上下左右 我们使用宽度高度以及中心点 以及中心的x轴中心的y轴等等这些属性值 然后接着是一个关系的描述 然后接着是一个它的一个数值 同样我们可以使用倍数相乘或者相除等等这样一些操作 这个地方的语义描述跟我们所使用的autolayout非常的相似 这个地方我们在课后呢 大家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它具体是怎么使用的 接着我们需要响应一下我们的button点击 这个地方我们就使用 使用的是ActiveCoco这么一个库 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使用一个包含点击事件 并不能完整的代表它的优势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激素的一个了解 以它作为一个突破点 去了解ActiveCoco这么一个响应式编程 它所带来的不同的体验 而ActiveCoco它的所有的函数的前缀是RAC 首先呢我们会需要一个一个信号 然后它的信号 也就是说它它产生的某一个事件或者是某一个值的变化 这个地方我们是使用的一个事件 OK 然后我们需要响应这个事件 我们会定我们去我们这里使用的术语是订阅 然后我们会去订阅一个叫做Legs这么一个事件 接着我们把这儿改写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处理一下按钮的点击事件 我们简单的打印一个日子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晰的写好了这么一个UI的布局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的方便就把一个button给进行存代码UI的编写完成了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响应式编程的一个小的小小的入门的东西 它的使用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 我们我们在Swift的编程当中 如果我们要添加一个按钮的点击事件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叫做select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红 它并不是非常方便的使我们进行调试 如果我们我们的单词拼写错误就非常的不方便 例如我们会写一个我们以前的写法 叫做我们会使用一个ad target self ok 我们会使用一个select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传进的去的是一个字符创 如果我们的字符创写错了 我们将会非常的难以调试 难以发现它 而我们在使用响应式编程的时候 我们也并没有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这也会在Swift的编程当中 减少那么一点点的调试的一个时间 不好意思各位 我刚才前面这写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指了一个button的状态 所以说这应该是UICONSOL UICONSOL STATE STATE NOMO 正常情况下 它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字符 字符创 首先我们接着我们把这屏蔽掉 我们运行一下 编译 首先编译一下 OK 编译成功 我们运行一下 诶 大家看一下 这儿出现了一个错误 叫做动态库并没有被载住 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所使用的第一一个第三方开源库的时候 某一些支援并没有找到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是以链接的形式把这些动态库添加进去的时候 现在我们以嵌入式的方式进行把它添加进去 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 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 大家可以这样解决掉 我们添加的按钮在哪里呢 并没有看到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 我们好像苹果推出了一个另外一个UI的调试工具 大家可以去使用它 但是我们可能是另外一个错误造成的 什么原因呢 我们编写的UI我们并没有调用它 不好意思啊 各位我忘了 OK 现在UI已经完成编写了 而且按照我们的预期 它是出现在最中央的 我们点击一下它 打印出来了日志 说明我们的按钮点击事件也是得到了相应的处理的 这两个库的使用呢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进行一个减少代码量 或者说是提高阅读量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它背后隐含的非常非常有用的 响应式编程的这么一些思想 它给IOS编程带来了许多新的体验 大家在课后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入的了解它 也希望各位在今后的工作以及学习当中 更多的使用这些优秀的第三方开源库 这作为一个扩展开发的一个课前准备内容呢 并不是 并不是必须的 我们 我们我只是认为在 扩展开发的时候 可能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使所有的同学一个共同知识的了解呢 我介绍给了大家 好 这一小节完毕 大费